《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Couch》片語大片 今天我想講講恐怖範疇 我本人都很喜歡看恐怖片 看恐怖小故事或恐怖漫畫 所以我計劃後來幾集 都開始著重進入恐怖類型的主題 例如說會講一些恐怖片 我想抽些時間去講一講伊藤仁爾的某些電影 改編成的電影和漫畫 例如說一下《富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伊藤仁爾的作品 但他的作品其實都頗有趣和獨特 不是一般的那種純粹賣弄血聲 或者突然之間彈鬼頭之餘的那種恐怖 為何突然之間想講恐怖呢 就是講了一個原因 其實我很喜歡恐怖 除此之外就是我發覺到 其實不知道為何恐怖電影的類型 在香港市場來說都是突然之間消失了 我曾經說過其實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電視劇 很多時都是用鬼怪做這個主題 但慢慢之間就沒有了 而且八十年代其實香港都是出產一大堆的 恐怖的主題的電影 但很快他們都消失了 不過說起八十年代時期的恐怖電影 例如《空榜》 《猛鬼春龍之魚》之類的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像我那樣的想法 就是覺得那類電影都比較沉悶 因為他們最終都是突然之間飛出那些茅山術士出來 就搞拘磨一輪就結束了 根本就是一種突然之間變得不恐怖 為何會這樣 可能就是可能那時候的那時候是剛剛好 就是經濟開始轉型 經濟是不是轉型 我不知道 總之那時候經濟開始發達 令到香港人的意識都提高了 由當初去一些比較… 因為其實香港人的那種 那種習俗來說都是一種自然宗教 甚麼叫自然宗教呢 就是一些純拜自然 純拜所謂萬物有靈的一種想法 例如會拜石頭 諸如此類 為何無端端會有一種自然宗教 最主要是他們有一種希望長生不老的心態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最主要來說就是看到看到 一些人去拜奉黃大仙或拜石頭的時候 他們不只希望當下一刻得到一個眷顧 他們想他們的後代的人都會長長久久地 被他們所拜的神明眷顧下去 其實這件事可以看到 那種… 那種… 他們是… 即是人對於這個… 不死是有一種一個… 有一種… 怎麼說呢 有一種迷戀 那我想說的伊藤仁義 就是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因為他們會將那個… 他們會用一種更加… 將一個… 將不死放置在一個更恐怖的位置去閱讀 那除了伊藤仁義之外 其實我也想看看其他 譬如史提昏經諸如此類的一些恐怖的主題 還有就是… 不過… 因為暫時來講 香港始終是缺少這種電影 我始終都會… 可能將那個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 譬如日本或者美國之類的一些地方 搜查的一些資料去講 那… 講完這個預告之後 我想講一套恐怖片 但是就不攝合鬼怪的 就是來自一個丹麥的 叫做Fantishing 如果跟回大陸的譯名 就叫做神秘失蹤 那這套戲是1988年的一套作品 改編至一個短篇小說 叫做黃金球 應該香港都沒有了 那講回內容 其實內容是很簡單的 主要是說有一對情侶 是由丹麥去德國去度假 他女朋友經常發了一個夢 就是看到他跟他男朋友 會永遠在一起 就是一種預言色彩的一個夢 他男朋友當然就不相信 突然之間他女朋友突然失蹤 另一方面 故事的另一個主角就是一個企圖去進行 一個奸殺案的一個中年漢 當然這套戲其實沒有交代到 究竟女主角的失蹤 跟這個中年漢漢是否有沒有關係 要等到電影的尾段才可以再詳細交代 為何要說這套戲 其實都是類似 其實這套戲的結構是很所謂的辯證 甚麼是辯證呢 其實跟上一集所說的內容類似 就是儘管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也是很奇怪的問題 為何我們會知道 我們的知性結構是有一個缺陷 因為如果我們得到的知識 完全直接地 而且服從這個缺陷的知性的話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 這個知性結構本身是有問題的 為何我們是可以更加站於更高的位置 去審視這個知性結構 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性 而只不過我們將自己理性 可以知道知識的能力 撥入了負面和消滅的位置 這套戲被譽為是一個 如果大家去看All Movie 即是這個網站的話 Vantishing是 這個恐怖電影排行榜 是佔頭幾位的 但它又不少鬼怪 它純粹是一種心靈恐怖的電影 據說有很多朋友看完之後 是不敢睡覺的 譬如我 包括我在 因為這套戲實在太過沉重了 整套戲的內容就是根據我剛才所說的 那種辯證的色彩去交代 透過一個作者 一開始主角是一個無知的狀態 慢慢地發覺到原來自己是可以知道他所能夠知道的知識 不過他一定要將自己放入所考察的範圍之內 因為其實之後電影交代 那男主角是想去進行中年行 去找到他 原本我男主角一直都在叫他很想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何會突然失蹤 還有究竟他的女朋友之後會去哪 那個中年行都說 其實你是可以知道的 不過你一定要跟著他 他才可以告訴你究竟發生甚麼事 因為如果你突然間中年行將一些事情說出來 根本我們都對事情是有差異的 而反過來我們一定要跟著 因為如果真相可以突然爆出來 你根本都會覺得那件事不是一種直接地真的事 正如你如果沒有考察過的話 你不可能相信可能真的是外星人 正如曹雲威所說 但如果你說你不可以知道任何事的話 你又會突然間陷入那種矛盾 正如我所說 你不可能會知道自己不可知 因為其實你的理性始終都可以運作到 而且他就是要透過不斷去考察才可以得到一些他所得到的數據 那整部電影都是透過一些 整部電影都是這麼簡單的 只不過是很單純說一個這樣的故事 但已經拍到非常出色 還有他的鏡頭運用的技巧都很簡單 但他可以拍到 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他拍到比較陰森的恐怖 可能因為結局 始終是太過震撼 這部電影如果大家想去找的時候就要小心 因為美國荷莉活翻拍過 都是叫Vantaging 找了24特工電視劇的男主角做主角 那套戲的版本結局據聞不一樣 而且雖然找同一個導演拍 但始終有美國白癡仔 土人做監製 所以整套戲的質素 對比原本版本是很大差異 這就是今天想說的戲 還有甚麼可以說呢 就是可能要補充上一集的內容 正如 其實 為何無緣無故 因為我上一集說的下午忘記了說 其實是說到 有些人知道知性不足 譬如四位出生 一方面他不再揣測作者的想法 而走過去純粹去分析 那些個別影像是透過甚麼資料 所撮合成的 但其實 這件事是 一方面就是 其實 你這樣去做已經進入了一個 你本身已經說你不可以知道的範圍之餘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大家都覺得有一點 可能是不充足 因為其實電影是怎樣去進行呢 就是作者要透過他拍攝的影像 透過他一些手段 譬如用演員 以及用一些影像的運動 去展示他所想的想法 所以其實你最終都是不可以逃避 逃避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準備的內容都有些不足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是甚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